作为一个凭借金字塔等建筑文明全世界的民族 古埃及其实还有好多猛料可以爆 L本的进入话题 古埃及去世值多少 猥亵穆乃伊 古埃及会把死去的帝王和贵族做成穆乃伊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但你知道吗 如果死者是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 家属通常会放个三四天 等时体开始腐烂了 才送去做成穆乃伊的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 逝者被防腐处理时 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下流行为 贵族大石怪 壁画里的古埃及皇室各个身材健美 线条修长 但实际上肥胖在古埃及皇室很常见 原因是古埃及一天内会多次供奉神明 而像牛肉酒之类的贡品 基本都进了皇室贵族人员的肚子里 另一方面当时大量采用动物油脂的烹饪方式 造成了上流社会不仅胖 还普遍患有动脉硬化和其他心血管疾病 每月吃泄药 据亚伯斯古一集记载 古埃及人每个月都有那么三天 专门空出来吃碧马油做成的蟹药 以达到清肠的目的 因为当时人们觉得这样可以清除体内的疾病 公主不外嫁 皇室人员最爱讲究血统的纯正 世界各地的皇家都有各个娶妹妹 叔叔娶侄侄女的操作 但自我优越感爆棚的古埃及 基本不会让公主外嫁 只要谁当上国王 谁就能够迎娶前朝公主 以此稳住自己的地位 不过这种近亲结婚 和古埃及所信仰的文化也有关系 毕竟埃及神话里的明王奥西里斯 就娶了自己的妹妹伊西斯 在自称太阳神后裔的皇室眼里 自己只不过是把祖先的传统发扬光大而已 流行假发 虽然表面上看古埃及人的发型各式各样 但多数发型是已经编好的假发 古埃及人更倾向把毛发剔光光的原因是 一方面假发比真发好打理 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防狮子 生娃要蹲着 分娩砖是考古学家给这些出土于 阿拜多斯的泥砖取的名字 分娩砖上的话显示 古埃及妇女生小孩 是蹲在四块砖头上进行的 左脚右脚各两块 两名接生婆一钱以后 一个提供后备支撑 一个准备接住落地的婴儿 小伯们你喜欢金字塔吗 留言评论吧